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小组 今天信息分享的部分还是由我来带领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故事要走到结尾了 也是到了最高潮的地步 就是基督的复活 我们知道福音书的最终的信息 是神拯救人的计划 这个计划最高潮的部分就是耶稣的复活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 他这样说 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他的意思说的非常的清楚 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真的复活 那么所有基督教的信仰 那都是虚幻的了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 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我想这不但是我们 可能这也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最关心最想问的问题 因为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 那么可能我们的生活 就会发生一个彻底的变化 千百年来 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 这也是基督教和犹太教 产生最大分歧的地方 我们真的是不能回避 就是说复活这件事 他是不是真实的呢 像刚才我讲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那么我们每天所进行的这种宗教的活动 实际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 不过就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人 不过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修身养性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而已 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哲学 其他的宗教中 我们得到相同的东西 但是如果耶稣的复活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我们就真的需要去重整自己的生活 因为这位耶稣 也就是真的是那位救世主 就是基督 也就是说 圣经中所说的这一切事情 就都变成了非常真实的事情 在将来 圣经的这些预言 它也必然成为真实的 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就要去重新去整理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目的 你在这个世界上 时间和精力的投放 所有的一切 真的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来回头想一想这个问题 人能不能从死里复活呢 思想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相信 人是不会从死里复活的 人怎么能从死里复活呢 那首先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人为什么不相信 神可以复活 我们认为 死人是不会复活的 一个最通常的原因 就是这个事情 它超出了我们日常的经验 我们的经验呢 就是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 他能够从死里复活 那这个经验呢 随着人类医学常识啊 和我们生物学常识的发展呢 它得到不断的验证 各种那个科学研究啊 现实的研究呢 就发现一个生命结束了 它就不会再从头再来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坚定自己这个信念 人是不可能从死里复活的 但是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这个体验 或者说呢 我们有的这个经验 它是不是生命的全部呢 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认知的这个有限 或者说呢 我们今天所谓医学发展的这个有限 这种局限 让我们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呢 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们不知道的 或者说呢 在我们这个肉体死亡之后的这个世界 有另外一个世界 是我们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那想清楚这个问题啊 我们还得从头来说起 我们来说一说呢 生命是什么 我们人的一个生命 是单纯的只有物质这些东西 还是说呢 除了我们这个物质的啊 这些东西之外呢 还有我们看不见的灵魂呢 我们必须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呢 当然不是这个了 但是这是我们这个今天要讨论 耶稣是不是复活 这个问题的基础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从物质肉体死亡的过程来看 我们来看一看呢 人是不是有肉体 有物质的生命 还有精神的这个灵魂的生命啊 那如果人的生命呢 只包含了物质的肉体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问题呢 是很难去解释的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谈到死亡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一个肉体生命死亡的顺点 我们就说呢 那些啊 无疾耳中自然死亡的人 他的身体机能啊 各种组织器官呢 都没有任何的病变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忽然间死亡了 那么我们就在想 在人的这个肉体 他的生理活动完全停止的 就在那可能的啊 那一个瞬间 可能的是零点零零几秒 就在这个之内啊 我们这个肉体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让一个人从一个活人 变成了一个死人 这期间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的想一想啊 在那零点零几秒 零点一秒 或者一秒 甚至几秒钟之内呢 他的肉体 这些组织也好 器官也好 他实际上 他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的 那么在人体中 死亡这个过程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是什么东西 发生了变化 造成了这个生命 他终止了呢 如果我们单纯的说啊 说人体只有物质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机器 像一个汽车一样啊 他的各个灵配件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忽然不动了 实际上呢 如果单纯的只有物质的生命 那么很难去解释这个事实的 所以在圣经里边呢 神启示人 我们的身体呢 或者说我们的生命 它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 生命呢 不但包括了属于物质世界的这个肉体 也包含了呢 我们人眼所看不到的这个灵魂 人的身体会因为自然的规律的限制啊 我们会衰亡 这是神的命令 基督徒呢 也不例外 但是身体啊 只是属于物质这一部分 肉体死亡之后呢 人还有非物质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灵魂 那这个灵魂呢 它是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逝的 灵魂会因为我们物质身体的这个死亡啊 它可能就去了另外一个一个地方 你说空间也好 你说什么也好啊 就是我们说的天堂和地狱 所以你看使徒保罗呢 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2节 他这样说 他说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妙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 号筒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那他在这里说的一个意思啊 他说呢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血肉之躯 这个物质的身体呢 实际上呢 跟将来神所设计的这个神的国呀 它是不能搭配的 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呢 是不可能在那个永恒的国里面生存的 所以呢 我们都要改变 这个改变是什么呢 他讲到睡觉啊 其实就是死亡 他说这个肉体的生命呢 我们物质的这个肉体一定要死亡 死了之后呢 我们会拥有一个全新的 符合将来永恒的天国中 能承受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体 那我们基督教讲呢 我们相信肉体复活 那这个肉体呢 跟原来的肉体 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啊 是不一样的 虽然是物质的呢 但是这个物质呢 跟我们现在是不同的 所以呀 实际上来讲呢 从本质上说哈 我们知道呢 如果我们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生命包含了物质的一部分 包含了呢 灵魂的一部分 实际你想一想呢 这个在人的思想里边啊 这实际上是有神和无神的问题 有神你就会相信有灵魂吗 因为也同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 有灵界的存在 才有灵魂的存在吗 如果你反过头来说 你否认了灵魂的存在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你等于也就否认了灵的存在 否认了灵的存在呢 那基本上也就等于说 你彻底的否认了神的存在 所以这个呢 是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就像在圣经中说哈 来到神面前的人呢 你必须先相信有神 灵魂是永存的 肉体是暂时的 这个呢 是我们信仰的呢 一个基础的概念 当然呢 我们在今天呢 因为人的有限性呢 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件事情啊 我们说把一个人解剖一下 或者这个人用什么现代的方法去测量一下 看看呢 他的灵魂是什么样的 是占多少比重啊 这个肉体是什么呢 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呢 我们相信这个事实 我们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信心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信仰的含义了啊 如果你说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我怀疑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呢 检查我们信仰的基础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啊 说如果我们承认呢 一个人的生命包含了肉体和灵魂 肉体损坏了 灵魂呢 可能不朽的 可能是永恒的啊 那如果按照我们就是今天 我们这个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按照我们现在的水平啊 我们做一些呢 合理的展望啊 在今天呢 在医学界呢 有很多这个人体器官的置换啊 比如说人道的器官呢 或者其他人捐献的人类的器官呢 在这个人工培养的这些 在动物身上培养的这些器官呢 不断可以替换我们很多病人身上的 因为种种原因 就是死亡啊 或者呢是损坏啊 这样的器官 这样呢 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事实啊 那我们将来就可以想象一下啊 将来有一天 是不是可以 今天换个手啊 明天换个心脏啊 后天换个肝啊 换个痞啊 换一个鼻子 换个脸啊 那是不是将来有一天呢 我们整个的肉体都可以换了 那你想一个一个可以换 那你这身体中所有的加一块 当然也是可以换的嘛 对吧 那就不过是先后而已 先换一个这个 再换一个这个啊 那这个是可能的 对吧 从逻辑上呢 它是合情理的 那么将来呢 是不是有一天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体 全都被置换了 但是呢 灵魂保持不变 那我还是我 但是呢 我从里到外呢 我完全都换了 那如果这种事情 将来有一天成为可能的话 那是不是就说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为 我们这个人 他呢 复活了 当然我们必须去强调啊 圣经中讲到死人复活 这个事呢 它并不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啊 人从死里复活 或者我们说呢 这个肉体的这种复活呀 它并不是一件呢 不可理解的事情 实际从今天的科学的发展呢 我们可以设想 它是可能的 当然了 我们先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说呢 在我们思想中 我们认为人体就 不能复活 人死了就不能复活 实际呢 是我们先入为主啊 我们呢 按照我们自己 一些错误的经验 我们得出的判断 那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啊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里边 我们看呢 在马太福音28章 实际的28章呢 使徒马太并没有给我们 关于复活这件事情啊 好像在法庭辩论一样 他给出非常清晰的这个证据链啊 因为这样 所以这样 所以最后耶稣复活了 他并没有 但是呢 他做了一些非常清晰的 让我们非常容易分辨的 关于一些事情的一个描写 那在最后一章里边呢 马太啊 他一共描写了六个 六个这样的事情 让他的读者们呢 可以非常客观的 去看待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啊 通过这些事情呢 让我们自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复活呢 是真实的 实际上呢 在这两千多年来呢 历史中基督徒啊 也一直是用这些事情 来维护自己信仰的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只讨论呢 第一个 其他几个呢 我们下次再讨论了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女性的见证人 那在这个法庭上啊 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讲呢 你要是证明一个事情是真实的 发生了 那么你得不外乎呢 有证人 有证词 他做的见证啊 再一个呢 有证物 有一些证据 实在的东西 然后呢 这里边呢 有证据 有这个过程 可以合理的推断 符合逻辑的 能联系起来的 那这件事情呢 就可以被认为是真实 那我们今天看呢 第一个证人 28章十一到十节呢 就描写了啊 这两个玛利亚 他们呢 一大清早来到耶稣的坟墓 结果呢 遇到了天使 你看呢 耶稣不在了 那他们俩是看到了整个的过程的人啊 那我们看马太怎么描述的呢 他首先说哈 他说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然后就写两个玛利亚来到这个坟墓了 那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说哈 马太写这个时候呢 他是一个犹太人 受个很好教育的犹太人 他一定受了很深的犹太的这个文化的影响 那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这个时间呢 应该说是很准确的啊 说是天快亮的时候 但是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间 它有非常高度的象征性 说到七天 我们马上就想到呢 神创造的时间啊 神用了七天 创造好整个世界 然后放了一天做安息日 那七日的头一日呢 指的是说呢 神从安息到创造 这样的一个循环 重新的开始 所以马太呢 很明显的 他强调这个时间呢 他在说明呢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当然我们知道哈 如果这个事情的确是发生在 七天第一天的 这个天快亮的时候 这明显的不是马太在编剧本 他故意写呀 这个天快亮的时候啊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 而是说呢 真是这个时候发生的 那这个时间点呢 就变成了一种启示了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要善于 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启示的观点 神安排这件事情 在那个时间发生 实际呢 是给人一个新的启示 告诉人呢 从这个七天的第一天开始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这个时代呢 天要亮了 所以这一点呢 是在隐含的意思 我们要知道的哈 那事实上 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过程呢 我们发现呢 这两个玛利亚呀 虽然说 他们是女性的见证人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并没有亲眼的 看见耶稣复活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看 这个福音书啊 四本福音书 你会发现呢 都写了耶稣复活的事啊 但是呢 在福音书中呢 很神奇的地方 是没有人亲眼看到 耶稣复活的这个过程 他怎么从 躺在这个果实布里面 放在这个地上 然后他忽然间 他就站起来了 什么 这个过程呢 没有人看见 为什么没有呢 这里有一个神学问题 那就是哈 复活这件事情呢 只有神亲自为耶稣做见证 人不能呢 为带着神性的那一位 去做见证 只有神可以这样做 这个对我们来讲 好像比较难接纳啊 我们说 哎呀 这个从死里复活 这么大的一件事 如果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比如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啊 就像这个当时罗马兵临 讽刺那样 已经死透了 忽然间呢 他就活过来了 哇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这个见证啊 肯定是全世界人都相信 为什么神不让他这样做呢 你说是安葬的时候也好 大家正在缠果实布啊 正在用这个香料去涂抹他的时候 哎 忽然间醒过来了 那这也行啊 对吧 那无数人看到说 哎呀 你看真的复活了 何必整的这么复杂呢 这么 而且呢 小心翼翼的 大家引起无数这个遐想的东西 何必呢 为什么呢 他的原因在哪里啊 就是在这上了 人不能为带有神性的那一位去做见证 也就是说呢 人不能见证神 只有神可以做 神要求人凭着信心去接纳 那为什么呢 大家一会可以讨论一下啊 就是只有神可以见证 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只有神可以为带有神性的去做见证 为什么 大家想一下啊 那这是一个问题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啊 他在描写啊 说有地震有天使 那这个问题对我们华人读者来讲呢 我们又觉得啊 这好像就是真实的发生 真实的记载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但是在犹太人看起来呢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呢 马太呢 是采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描写的手法 熟悉文化 犹太文化的读者呢 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啊 这个就又有地震呢 又有这个天使出现呢 光明出现了 这个就是上帝要出场的场景了 大家记得呢 马太福音的读者呢 主要是犹太人啊 他是写给犹太人的 所以当犹太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会产生联想 这个说到我们中国文化啊 你可能会想到说呢 这个神仙出场的时候 哇 满天降云啊 什么香气扑鼻啊 哎呀 什么这个 这个有大声音出现了 电闪雷鸣啊 就是这个意思了啊 那这样的事情和描写呢 其实呢 马太在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 天上的大能者 上帝 神 他自己呢 介入到了人类的历史中 他亲自的来到了人类的历史中 所以这里面有个隐含的意思啊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事情本身呢 他可能是这样发生的啊 就说在这个 这些女性这些妇女们来到这个坟墓之前呢 发生了一个地震 看守的冰冰呢 当然他们就产生了很正常的反应啊 他们可能因为这个剧烈地震呢 他就跌倒在地上了 他们会感到惊恶恐惧和困惑 为什么呢 一方面呢 因为在礼拜五呢 就是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了 当然今天可能有地理学家就会讲 这叫余震呢 那也有可能的啊 事实上可能是这样的啊 另一方面呢 他们看到了这些闪着光明出现在坟墓中的天使 那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呢 正常的反应呢 当他们恢复知觉之后 他一定是要马上跑 逃跑 逃跑之后呢 一个是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啊 安全吗 另外一个呢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到27章结尾 我们可以看呢 他们并不是罗马派来的职业的军人 他们是罗马政府允许大祭司找的 咱们说哈 是这个民兵 属于这个祭司们呢 他们所拥有的犹太人的这个私人武帮啊 等于说这种维护治安的哈 这个辅警 让这些人呢 去在这个坟墓前面看着 看着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让这个耶稣的尸体被偷走 避免发生什么事情 免您的引起进一步的骚乱 那实际上呢 这些人当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啊 他们马上呢 就会跑回去呢 向他们的长官去报告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啊 我们看呢 就是说当在马太帝的描述之中啊 当那些妇女们到达坟墓的时候呢 看守坟墓的这些兵兵啊 他们已经离开了 不在这个地方 那么天使呢 还在 那天使在这干什么呢 我们看啊 很多人说天使给耶稣打开坟墓的门呢 其实不是的 天使的工作呢 是打开坟墓不假 但是呢 他的目的不是让耶稣出去啊 而是让这些妇女们呢 可以看见里面的情况 就看见呢 这个里面这个尸体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天使还有什么工作呢 天使还带给人新的信息啊 我们看看他 他在这都干了什么啊 他跟这些妇女们就说呢 他首先呢 给他们安慰啊 他说你们不要害怕 安慰了他们一下啊 然后呢 他们又讲到说呢 呃 天使实际是知道这些妇女来的目的的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寻找了丁世家的耶稣 然后天使就给他们一些指示啊 他说你们来看 这个安放的地方 然后呢 就给他们一些进一步的吩咐 就吩咐说呢 你们要去快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 然后给他们一个承诺啊 呃 鼓励他们 给他们个保证 说呢 呃 耶稣已经复活了 不但复活了 而且呢 他已经比你们在你们来之前呢 他就往加利利去了 你们在那里呢 就能见到他 大家知道耶稣他们是从加利利 呃 来到耶路撒冷来参加这个 呃 月节的啊 那么很正常呢 耶稣定了定死了 然后学生们也都四散了 四散了之后怎么办呢 你不能还围在耶路撒冷啊 得回家了 所以他的门徒们呢 实际呢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四散之后呢 是开始向加利利方向 就要回家了 那所以天使就说呢 哎 耶稣给你们先走了 他往加利利那边去了 你们去吧 你到那里去找他吧 所以 这就是整个的过程啊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个证据啊 就是这个证人 呃 这两个妇女 他们看到了耶稣不在坟墓里了 耶稣已经这个 呃 天使怎么跟他们讲的 这是他们所见证的内容啊 那这里边呢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真实的发生了 是这两个姐妹们 呃 神经了 这个自己编的呀 还是怎么的 我们呢 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啊 那这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 那就是呢 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 是女性带给我们 我们今天可能看起来都不觉得什么啊 说这两个姐妹心系啊 两个姐妹比较悲伤啊 情绪化比较强啊 所以他们呢 睡不着觉 他就先去看看呗 我们可能会这么想啊 但实际在当时的读者呢 或者是马太描写的时候呢 这件事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为什么呢 在当时的希腊罗马世界里边 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低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 他们可以被当做货物 或者呢财产 当做财产 可以送人的 可以抵债的 可以买卖的 最重要的一点 按照当时犹太的律法呀 女性是不可以在法庭上做见证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呢 神就是让这两位在社会上 没有任何地位的女性呢 第一批去见证了他儿子的复活 这个给当时的人也好 我们也好啊 除了带来一个信息说呢 女性的地位并不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低之外 也给人一个反思 就是如果有人 他在捏造复活这件事情啊 他不应该让这些妇女成为第一批见证人 他不会这样做的吗 他不可能这样做的吗 他如果说捏造 那也找个男的呀 对吧 可以在法庭上做证的人呢 可以这个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呢 你看埋葬耶稣的他的这个学生 约瑟这个财主 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呢 他是工会的成员 那也有同情他的 比如说其他那个在工会里面 被他说话的那些议员们啊 可以让这些人呢 甚至说呢 他可以让一个罗马的正儿八经的 罗马的那个兵兵 正规军给他做见证啊 这些人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吗 但是呢 没有 让两个在社会上非常没有地位的 不能做见证的女性成为见证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当然呢 这也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反讽 最大的幽默 或者说呢 给我们最大的惊奇 直指人心 你信不信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呢 先开个头 我们来看一看呢 就说人到底能不能复活 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真实的 马太索给我们这个两个女性见证人的 这个第一人的第一首证词 发生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实的 你怎么看 那我呢 把时间就交还给大家哈 大家呢 在组长带领之下 大家好好讨论一下哈 我们有三个讨论的问题 包括我刚才提到那个哈 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问题想得非常的透彻 让我们的信仰呢 有根有基 好了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哈 好 再见